大家好, 来到星期四 今天主要是欧霸杯的赛事集中 32强的首循环 其实欧霸杯确实比较难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少注意情 看好心水才买 我今天会依旧推介一条三孙一 选三场赔率比较低一点 希望奖要中到 当然不会选择阿仙奴车路士 那些是选择不过的 第一, 太聚非 第二, 车路士 这几场作客真是很差 近方我看都一样 后防可以穿洞 不是输给曼城输几个 之前那场输给里斯特城 一样输四个 阿仙奴这些球赛 这些球赢得这么深 作客手轮很容易赢球的输盘 甚至不赢球也不出奇 所以我还是不碰这两场球赛 其他人来说 真正选择下手措时不多 选择了头关的 雷欣主场对贝迪斯 这场球主客和赔率相当平均 也没有开让球 那我就决定选个入球大小 中位数2.5的 选个小的 原因都很简单 看回来说 贝迪斯本身在之前 踢过分组来说 分组赛 他那一组组别来说 他算是榜首 不过得球很少 失球也很小 三胜三合 叫做榜首 他的对手 起码有对AC美兰奥林比亚高斯 这些都可以说是欧霸上客 你讲的是主队的雷欣 其实这一组的组别 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他也是紧紧9分 叫做赤明出线 三胜三负 得失球来说 都不算多 叫做平均 就是说 这些球互无把握 根本你说这场球 如果 你说贝迪斯这场球 有开平手或者让球 我可能都会考虑贝迪斯 但是 确实去近况也比较差 作客来说 最近 可能赛程比较紧密 又西杯又西甲 作客赛事很多场都赢不了 兼且上场也大败给雷欣迪斯 所以 导致成 今场的赔率是这样开 如果不是这些球 都是称高贝迪斯 始终来说 那对法甲雷欣 其实实力 我认为是一般 不过今场球 起码也叫做座空主场 首轮赛事 我想大家都是求稳 尤其是作客的贝迪斯 不希望输给你 所以来说 入球数字 我觉得不应该太大 选入球大小 2.5中位数 1.57倍 作为头关选择